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和北南流村日前挖掘狗木时,洞口径流出血水般的鲜红液体还飘散着臭气,消息曝光后吸引不少好奇宝宝围观拍照,对此定新新闻宝所表示已派人前往现场勘察,但目前尚未找出怪现象的发生原因。 黎视频报道,外观为灰白色的这座木屑,初步判断为明朝所见,材质类似石头,可能是以三合图打造,其表面一处裂缝,不断流出不明红色一体,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刺鼻味,十分诡诀。 报道指出,当地文物局已派员场勘,准备进行开挖,若确定是三合图制成,江市省内首度发现这种类型的墓葬,可惜至今人未能解释,古墓为何会出现这种神秘现象,仅知官方已先请警方派人看守,以防消人破坏。 中国网友惊呼大姨妈写石摸大雄之兆,厉害了,下人墓里可能有大量的铁制陪葬品回去挖宝。